前提是你當然第一個你要先加進來 如果你沒有加進來的話你也看不到 那如果你有加進來 它上面好像有申請論壇成員 因為是Google的論壇 所以要先登入Google 帳號 那我每一次上網課會把影片貼到這邊 它的好處是自動轉到你的信箱 轉到你的信箱裡面的話就會是每一次的 像這樣的一個有沒有 一個Email信箱 在你信箱裡面也有 另外你要看完整你可以到論壇裡面看 所以我們有12次上課 那就會有12次的紀錄 那這邊就有個完整引擎 你把它點擊進來之後 它會跳到那個YouTube會有個清單 那上課內容都在這裡 非常清楚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主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個就是做一些問卷 然後課程的介紹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那個 我們的環境 包含那個Python 把它裝起來 那如果你有中對地方 低疊底下的話 今天你只需要做什麼 把Eclipse打開就可以了 即便它是一點還原 也沒有關係 所以呢以後如果說呢 你希望把這個環境帶到另外一台電腦 你只要把它扣到它的低疊 那就可以馬上執行 馬上可以繼續 再做你要做的事情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做這些啦 可能包含什麼呢 把Eclipse裝起來 然後呢 再跟Python 做連接 另外呢 設定自行 因為自太小了 有沒有 然後呢 UTF8 這個設定也要喔 因為如果你這個UTF8沒設定的話 你在執行的時候就會變亂嘛 或者是說會出現一些狀況 主要原因是因為喔 我們的那個Windows是微軟的 微軟是用MS950 所以我是建議你用UTF8 以後的話一勞永逸 OK 然後的話其他就是 把那個什麼變數部分稍微講一下 還有有關多重邏輯 大概會有這些東西 如果你可能忘差 就是有些部分忘記的話 我是建議你回去再把這個影片稍微看一下 影片就這個連結 那今天的話呢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就是有關那個 邏輯部分的 這個其他的題目 那其實喔 在Python裡面最重要的啦 反正第一個你環境弄起來 第二個的話你可能要了解邏輯 因為邏輯以後用的非常多 為什麼因為你一定要判斷嘛 比如說什麼情況下 你才需要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說你要不要通報 比如說像剛剛同學問到啦 網路上會自動 抓資料下來之後 當然最重要的是你要做判斷 判斷什麼呢 比如說某些數字 假設他高於多少 或低於多少的時候 再主動通報你的話 這部分的話 就等於是有一個隨時在watch你的資料嘛 那如果說你有1000家公司 你就可以設1000個watch 等於你以前可能你要需要請很多人幫你去watch那些資料 但現在就比較不需要 為什麼你用Python 自動跑就好了 你只要電腦不關機 隨時他就在那邊跑 這樣的話其實 等於你的那個什麼呢 你的那個 自動化能力越強的話 相對你的競爭力越高啦 我想現在 各個企業也都追求這部分啦 盡量用越少的人 可以做越多的事情 OK 那邏輯判斷部分的話 我們今天接著來看 那首先的話呢 上禮拜最後我們是 把這個Python環境把它打 記得喔 你們 上個禮拜的東西 再把它重新開一下 比如說呢 我們如果說要把這個環境打開的話 第一個 到本機裡面找到第一疊啦 那一樣我們一定是找到那個 Python 我之前講過 它有Eclipse 不過我把它的目錄改了 叫Eclipse底線Python 另外的話呢 我們的 專案是放在Python的Workspace 所以到時候的話 就開它 另外的話因為我們 有一個Python路徑 不過這個不把Python路徑 因為上禮拜已經設定過了 所以不需要再重新設定 那開啟的話呢 就直接開這個 那我是建議喔 裡面有一個Eclipse的這個路徑 假設你以後呢 希望把它放在桌面上 你按右鍵喔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 看這邊的話呢 盯到工作列 或者是盯到桌面上都可以啦 我習慣是盯到工作列 那你會發現在下方這邊就有一個 這個Eclipse的捷徑嘛 然後下方你點它 或者直接點這邊一下 接下來他會問你說呢 你的那個Workspace 就是你上個禮拜的那個專案啦 或者你的 我講過啊 專案 它裡面有個Source的Package Package裡面有個Module 很多Module 你可以在裡面建嘛 那這些東西都放在Workspace裡面 那我們取一個名稱叫 Python 的Workspace 並且放在低碟喔 特別重要 如果你放在C碟就完蛋了 因為C碟已經 還原沒有了 OK 所以 你只要放在低碟的話 Eclipse 它不會還原 它是記錄在它那個 在目錄裡面喔 所以Launch之後的話 那就會回到我們上個禮拜的這個狀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接著繼續來做喔 比如說上個禮拜我們是 最後講到有個Edge 就是Edge的專案裡面的話 那我們就寫了一個什麼呢 請輸入那個年齡 然後判斷說這個年齡 它到底是有三 四種情況啦 就是未成年 青年 壯年老年 那實際上呢這邊比較重要就是 我們用到了第一個 就是 Input 這個Input就是讓使用者 可以在Python裡面輸入一些東西 但是我上禮拜特別講到Input進來一定是個字串 所以如果我輸入年齡的時候呢 它會是一個 數字可是它是個字串的 它是一個 字串的 數字喔 所以你 Python 對也是字串 也是字串 VBA也是字串 可是我上一半講過 Python呢 它對於那個資料形態 它不會自動幫你轉 但是VBA 會以sale 它比較有人情味 它會 自己幫你轉 所以有的時候啦 即便你那個 VBA裡面 沒有轉型 但是還是不會出錯 為什麼 因為它自己幫你轉了 它看到說 也許你要加減乘除有沒有 加減乘除它就認為說 你本來是自串 它自動幫你轉成整數了 就不出差錯 但是這個有一個缺點喔 有的時候 反而因為這樣關係 你應該轉沒轉 結果反而串起來 反而出錯了 因為它變成 它就錯了 所以還是 這個資料形態 雖然 看起來不重要 不過這 關鍵的時候 可能還是蠻重要的 所以 Python這部分 可能它比較堅持 但VBA 它比較不堅持 這兩個之間差異在這裡 可能有時候要注意一下 所以 Input的 請問年齡 然後呢 輸入一個年齡之後呢 丟到 H這個變數裡面 那因為我們有藉由 INT有沒有 就把它轉成 那個一個整數 那進來之後的話 再做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特別是 跟那個VBA最大的不一樣是 那個IF 我想打法都一樣 只是差別就是ZEN 它變成冒號 OK差別在這裡 其他 所以你如果再把那個 那個VBA 如果你要把這同樣的程式 轉移到 VBA裡面的話 稍微改一下 馬上就OK了 其實一模一樣 而且不用安裝環境 因為一次有好處是 一打開就有VBA了 所以也許你們如果這個做完 也許你可以 再把VBA打開 重新做過一遍 那 print出去的話就輸出 輸出成年位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直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上禮拜有講過 所以執行請問 請輸入年齡 有沒有 所以 INPUT 請輸入年齡 那這個時候呢 我在這邊輸入 假設25歲 那25的話呢 INPUT接到的時候呢 它會變成25 前後幫你加 雙引號 那可是我今天 不要是一個字串 所以用INT之後的話 它又會幫你轉成25 變成沒有 這個字串的符號 丟到H 所以H裡面就放一個整數了 那接下來當然我們就是直接在底下 去做判斷 所以ENTER之後的話 它接到 然後就繼續跑 如果呢 小於18歲的就跑這個位 print 那如果18歲到30歲 所以你會發現 大於等於18 這裏 等於一定要放後面 你不能等於 等於大於 不行 它不接受這種虛數 連VBA 也不接受 這是固定的用法 你不要問我 之前的VBA 課程同學也有問過 我說 老師會不會顛倒 這樣就是不行 我這規則 也不是我定的 這誰定的 不然 VBA 微軟是 比爾蓋茲吧 那這個的話 你可能要問那個 它這個 發明的 Python我記得好像是 是不是日本 發明的 我也很忘記 反正這個你可以查一下 基本上規則大概 注意一下之後的話 然後ENTER 你會發現它把結果print出來 所以跑第一個不會跑 第二個的話 就是輸出 print清廉 OK就輸出了 大概是這樣子 那所以呢請各位 把類似 這個邏輯非常重要 因為邏輯以後 一定會一直一直的 用到 但是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呢 他只會判斷一次 可是你想說 老師可是 有些東西 我不斷不斷要 一直判斷啊 可能我有 這個班上有 100個同學 那我變成說 如果我從外部 從資料庫 抓資料過來 那我可能要 不斷不斷去判斷啊 不斷給個 結果出來嘛 所以如果說以後 有重複 一直不斷有資料的話 那後面還會再講到 重複的動作 你要交給 4圍圈 如果4圍圈是有 知道說頭跟尾的範圍的話 有沒有 那你可以用4圍圈 但是呢 你可能不知道說 總比數多少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到沒有為止 那你就用 壞圍圈 所以後面還會再提到 如果你不只做一次 你要做 如果非常多次的話 那你就要用 4跟 壞圈 回圈後面還會接的啦 所以程式裡面最重要的 不外乎就是邏輯判斷 不外乎就是 回圈的敘述 大概這一些 那邏輯判斷裡面呢 還包含什麼 一般性的邏輯判斷 有沒有 比如說你 一重一個的喔 如果有兩個的話 像這個 AND加在中間 那這個表示交集 另外 還有所謂用偶爾的話 就是連集 OK所以 特別注意喔 交集跟連結 邏輯裡面還有交集跟連結 那你要把它放進來之後 其實大部分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這個也是我們之前在VBA課程裡面 特別強調的 OK大概是這一些 所以請各位 先把這部分呢 先 把它 複習 那另外的話 也稍微想一下 就是 上禮拜最後提到吧 就是我們在雲端白板裡面 一樣是 這個第2個單元 02的部分 基本語法與結構控制 這邊的話呢 請各位呢 把這邊打開之後 稍微看一下後面有一個 BMI的練習題 那當然這個BMI 我是直接在Google 也許你可以 先想想看吧 不一定說直接 看我給的 這個參考答案 你也可以自己 稍微在Google的地方 打一下BMI 那什麼叫BMI 這邊會出 我想應該不是什麼 特別的東西 那它有個公式 那如果我希望呢 能夠用Python 寫一個判斷 就是讓使用者輸入什麼 輸入它的 身高 輸入它的體重 自動告訴我它的BMI 並且告訴我它是不是過輕 或者是過胖 等等的相關訊息 那請各位呢 也許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 還沒切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部分 先 環境先RUN起來 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其他練習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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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